Hello, 大家好, 又是 Ivan 来到 五仔这个频道, 我和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最近这间逼桂园, 外国外国人都认识 Country Garden Holdings Limited 当然很厉害, 听名字都很厉害 最近很多债券违约 到死线逼近 境外债垂了2250万美金, 差不多1.76亿港币 9月6日就是到期了, 境内还有9月2日的另一笔 是2016年的碧玄零5的债券 全续本金39亿, 又是快到期了 如果下周还不起大领路 所以紧急他们就说 又想发新债, 融资2.7亿 怎麽办呢? 怎麽办呢? 当然是在市场上集资 当然要讲一下这些 最近他们又发行怎麽新股, 又怎麽籌集资金 还不到钱 当然要想方法 如果像恒大那样, 又是投行 在外国搞什么破产, 申请保护, 又是麻烦 所以未来真的很多债务 都没有到期了 碧桂园想着想方法怎麽可以要求 宽限期40天 就不知道他搞不搞得了 但是似乎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他的股票 等会再和大家讲一下 未来真的会有很多 不同的债券到期 大家都紧张, 会否还不起呢? 希望是 赛多个瓜 没什么的, 应该终会搞得好 但何时我都想和大家讲一下 其实经济都有起又跌 现在这些时势, 我自己觉得 最好可能比较安全 一些债券是稳定一点的 刚才说的那些, 就不是推介大家 自己量力而为 在经济衰退或者加息周期 其实到尾声的时候 都是债券或者加元金都比较好 当你经济复苏当然是 持股票的一流 暂时还未去经济复苏 所以大家要认识了, 这个叫做美临时钟 就是说经济 分开四部分 有衰退、有复苏 过热和滞胀 大家都一定听过 所以每段时期 一定有它的特色 究竟应该持有什么好呢? 就真的要小心点 我自己最近 在我自己的 一个 讲座里也说过了 就是说 这一季 是的 都是比较好 买这三至五年期 比较短的债券 做一个长线投资会稳定一点 总会不要冒太大风险 始终市场都比较动荡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我自己在我本书 1000个收集里面都讲了很多 关于债券 怎样去网上买 你也可以参考我这本书 有很多 怎样知道自己 应该买什么 级别的债券 怎样去分散投资 我本书里也讲了很多 这方面的东西 不明白呢 可以看回我自己的频道 或者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广播 多谢大家 请大家支持我小提 这本新书 我始终觉得今年 都要稳稳稳稳稳稳 配置可能会比较多 在债券方面 股票我相对来 我都不会去到三成 可能少一点 可能10-10% 最多都是这样 始终一些长年期的 或者短年期的债券 都是一个挺好的 现在大部分你看看 短年期的债券 平均有6厘的 收益也不错 中年期的债券 也有5.5% 是不是 股票 当然你承受到 波动 每年平均有8.5% 这应该是美国方面 不是香港 至于一些结构性的产品 这些风景比较大 我自己 又不是去到10% 可能是1-2% 始终你整个 配置产组合都要非常谨慎 无论你 买短期债券也好 你也是打散很多不同的债券 这些都不是我 投资的建议 大家只是適量衡量 自己的 都是要跟回自己的实际需要 好了 讲讲碧桂完之前 一定要讲讲恒大 这间就紧张了 为什么 恒大停牌了500多天 一开始28号 暴跌90% 然后剩下3.5% 市值蒸发了几百亿 剩下44亿 那天还要跌14% 30号那天 仍然 要跌 没办法 再跌10% 似乎市场上 对于他现在 又说什么发生债 又说外国 怎么重组 不是很受落 作为全世界 债务云登全球之冠 过去3年 暴跌90% 自从2021年 恒大爆发一系列的债务违约 今年8月 已经向美国申请破产了 接下来 9月香港和海曼群导罪法院 就会裁定 恒大一笔320亿 美金 究竟在离岸的债务 会否能够重组 能够通过呢 如果这个债务重复 能够成功 就好了 可以用一些时间 就是 拖一下 拖一下 看看拖不拖到 等他可能救得到 那就没事了 如果不是 也是大领落的 以他们7月份的公布 暂时 2021到2022年 虚了810亿美金 所以 只是今年 上半年也虚了45亿美金 没办法 所以 雪上加霜 基本上 这么多截廉 什么内房 什么危机 确实 那些人也有点惊惊的 所以 投资都一定要非常 謹慎 好了 就讲到另外一家 就是碧桂圆 碧桂圆 这个 这一刻又够了 为什么 又发生这个新股 以每股0.77 港元 发行3.51亿的新股 集资的2.7亿 用来抵消支付的金額 他就说 将不会 从认购事项中取得现金所得的费用 即是不会乱用来洗 似乎现在 有什么事就想想 如何发生股 借多些钱 对的 没办法的 好像 他也欠 健涛的职层板 健涛的很多钱 内地 很大的 建筑商 一个企业 提供建筑材料 他就 向他 折扬15% 向他建设 配股 2.7亿 还钱 为了想资本化部分 意思是 没有钱 想方法 如何 当现金 使用 减少 资金 因为不是很多 钱 未来 知道这个消息 今天没办法 还是要跌少少的 你看到 还是要 跌 几毫 不算 几先 不算很厉害的 但是 未来他也是想着 如何可以 不断的 集资 配发 和发新股 你知道 发新股 就稀息了股权 股本就多了1.25% 以来还钱 但是对股民就慘慘了 是不是 上一天 还有9.1% 没办法 人家折扬 7.7% 所以 持股票 都要非常小心 这次 其实 这个 碧桂 借出了 18.8亿的 定期贷款 同意 还点 不断的 不想读下去 哎呀 真是 但是他搞完这些东西 还有16亿未还 真是 真是 要看看他什么时候要还 似乎 碧桂园还要不断分期付钱 最后 一期到12月都要付 起码这些 压力没那么大 发行新股 也是想集资 接着 似乎 很多企业 都是有这些 集资 融资的问题 之前 碧桂园就 威威猪 上半年 仍是中国房产 的销售面积 No.1 真是不厉害 是不是 每个基金佬都想买了 是不是 我介绍大家 不会买了 更加不买相对的基金 但是 如果持有什么亚洲 一定会买到中国 就一定会买到 碧桂园的一部分 股份 不出奇的 这家公司两不面值 各5亿美元 美元债券 原本在8月7日 就要付2,250万美元的利息 但是债券人到现在 迟迟都未收到款 还给你时间 多付你几十天 他就 苦苦哀求 多付时间 多付40天 不出奇的 但是 人家拿着 债券当然是为了想收息 无忠想 为了发贷 不可能 所以每个都是想方法 延期 这笔 债券 还有30天的宽限期 所以 你说是否还未违约 根据暂桂园 财务资料 支付2,000万美元的利息 其实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 碧桂园又要补交楼 又要搞很多事 想重组这个 债务 所以特意延期付款 一直在拖 拖 拖,拖下去 看是拖到你 拖到头领 公司最近发出 盈利的警告 就说 上半年 亏了450-550亿 哇 集团的总裁 莫斌就在公告就说 面临 有时而来的公司最大的挑战 想方法就是 怎样可以保障公司的现金流 以最小的成本 最大的价值 为目标 那就是不还钱 不是 那他就想方法拖一下 加速销售和债务回收 想想看怎么可以重组 债券 看看怎么可以活化 这些商业的 王国 其实一直以来 很多企业和这间公司有关 包括 互深两市 至少有49家上市公司 和他们这些投资人 密切的相关 我只是看Yahoo 不关我的事 彭拜心,彭博新闻 就说 有些 银行都澄清了 比 碧桂源贷款上千万 千亿 全都是谣言而言 没有这些事 所以 暂时这一刻包括很多上下游公司 设计公司 家电 的供应商 精装公司 我想是装修那些 建筑商 刚刚说的 建涛 也有和他们合作 没办法的 但是 其实很多人回应都说 很少和他们合作 今晚也很小 绝对没有收账的问题 那么 几大都没有了 有你 连自己公司的股价 都很惨 所以 买任务 股票也是要小心 现在最大的任务 当然 确保 内地民营 房产企业 一定要自救 25号也说了 一定要怎么补交流 那么 拥有亚洲亚运会项目 最多的 这个 碧桂源 就发公告了 就说出售股权给 中海集团 总代价是 12.9亿 人民币 中海已经 持有了原营公司的73% 的股权 现在这次收购了 差不多100%持股的股东 都是为了帮助 发解这个流动性的压力 看看想着你快点交楼吧 交不了楼 难道那些人 怎样住在 廣州亚运城 是不是 住不了下去 麻烦 是不是 现在大陆都是这样 都说很多政策出台 都想救市 认防 不认态 我们一些一线的城市都说了 推出认防不认态 的策略 尤其是广州 优化个人住房 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 不管家人的成员 广州有什么物业 那些子女 只要他自己本身就没有 套房 你都可以买到的 那些子女就容易申请到了 那么 变成 很多的行业都容易借到钱 那些子女又可以买到楼 好了 有助人轻松换楼同志 降低了 买楼的首富 享受较低的利率 7月份 八成首套住楼 这个 房贷的利率 大概是3.9% 二手房的房贷利率大概是4.8% 那算是这样 一向内地也是比香港高的 但是现在这一刻 3.9%借到也算很好的 是不是 这些都是背壳 研究 院所提供的背壳找房 很多人都是靠这些 中介去 我有个朋友刚刚买了一间房子 也是靠背壳 所以你说完全没有成交又不是 要低一两成才能买到 否则真的很难找到买价 人人都害怕 楼会跌 很多 支持的措施 似乎都想 农工都可以去市场 大城市买楼 也想刺激一下经济 又另一个重招 就是 全量房贷利率 准备要下调 似乎 小成水火了 似乎都说了 估计这个按揭会再调10个基点 变成行内 息差就会收窄 银行 收少了利息 但是 为了要救房企 如何保交流 当然是想方法 刺激 现场的消费 是对的 我觉得 这个政策也是有助 缓和 最近的跌势 或者信心的危机 你说好像 碧桂园 你看到之前 在马来西亚 弄了个死城 他不是想弄死城 本身是想着 70万人可以进入住 想得轻松 2035年 现在还未2035年 很快的 十几年后就有70万人 进入住 暂时住住这些 这么多草 不要紧的 环保 环保城市当然多草 这个森林 城市 横跨 游佛州 不认识了 总之 很接近 新加坡的 但是 游佛州的人 新山人就说 如果你在森林城市 买房 的外国人 真是恭喜你了 真是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好处 但是 你过这条桥 听闻 新加坡 都要整个过中 终于整天塞车 所以 是不是这么舒服 大家自己想一下 暂时住了几千人 但是 很多人就说 如果你买了 马来西亚 就不好意思 对马来西亚 令吉 都跌了很多 这几年 跌了30% 所以 买了都未必有好处 这十年 30% 5年没那么多 跌了10% 但是 很多人觉得买了 就这样 汇率都亏了 所以 是不是 那些人就说 是不是真的要花这么多钱 就去买这些公寓呢 大家想清楚 始终真的不方便 靠这个 马申第2 通道 过这条桥都 整个小时才到市区 所以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可况每天都有50万人 要去新加坡工作 只是交通都要想清楚 那些人都觉得 未必那么方便 所以 什么时候 投资 都不是买破财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你要 想方法 怎样可以搞定自己的住 怎样特区金融区 这样 这些都可能 隔得空 或者 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做到 我觉得 什么时候 投资 都要想清楚 自己真正的实质需要 不是说人不买 你就不买 我觉得 买一个地方 尤其是隔山 最好是 像五仔那样 先住一下 是不是 他也有问我 不如买不买福光 但我先想一下 你住一下 真的熟习了 觉得好了 你才去 是不是真的买 你买了是不是一定会住呢 如果你买了只住几个月 那你没什么意思 租出去也是麻烦的 可能居民会反对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民宿 何况日本很多城市都有限 你说什么180天 只可以180天租出去 还要别人不反对 周围的邻居不反对 所以呢 很多草音问题 搞到人们都不敢乱做民宿 所以什么时候 我觉得投资 都要小心 谨慎 好像我本新书 三岁赢八十都说 你将来要一个好一点的退休生活 你一定想想 如何不断 存一堆资产 定期也好 股票也好 债券基金也好 什么也好 这些东西你都要想方法 不断去收息 滚存 就不是说 到时 一筆过买 你不熟悉 你就更加不知道 收息的方法 怎么才好和不好 始终你都要想方法 所以什么时候我都说了 海陆空三军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也是一个 分配来的 你可能多些放在陆军上 说一些稳固的东西 退休收息的东西 放在债券 保本的产品 一些保险的产品 可能自己自己有层楼 住下 都是有实质的需要 你说 收息股 车位 见人见智 始终股票我自己都 一样的 我不说买很多很多 都是只是一部分 所以什么时候 都要学会 怎样去做到一个 分散投资 做到一个更加好的 有效率的 配置 所以什么时候都好 你看过往 六四比 多厉害 六成 股票 四成在债券 都会有机会 像去年 两样 同时间跌 二十多年 总会有一次 你长远来说是 可能升得多 但始终自己都要知道自己 是 风险位纜 所以就算股神 这么小心的人 他都买了很多债券 刚一年 对啊 买了5% 所以呢 多稳定 多稳定的人 都会想方法去分担 风险 所以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 大家都要想方法去对抗这个通胀 买了一些债券 美国国债 怎样都好 现在都是一个 挺好的利息 都可以做到长远来说 如果就算 又加息 加多1-2% 你看到其实短年的债券 问题也不算 很大 尤其是两年至五年 基本上不会太大影响 你说10年、30年那些 那些影响当然大 但如果 息口回落 其实很多债券 你看到蓝色这条线 很多 都会有机会上升 可以赚上 赚上 亦可以赚上 价钱 所以呢 希望大家 喜欢我 之前的 讲座 或者之前的 分享 有什么疑问 可以随时关掉这条链 或者WhatsApp 我 可以看我新书 三岁月八十六 1000个收集理由 很多不同 投资理财的工具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理财投资工具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